好了,到最後兩條題目 現在這個實驗說,找銅的容量 首先用滾水,把銅加熱至100度 這個情況記得要滾久一點,不然外面是100度 裏面不是100度 然後把銅拿出來,放入杯子裡 看看水溫升高了多少 好了,銅的質量是這麼多 杯水裡的質量是這麼多 然後是初溫、中溫 delta t 等於 21.5 減18 簡單來說就是3.5 簡單來說就是3.5 3.5,看不到 不,不要這麼心急,小心點 好了,我們看到水,水的delta t 這個是水的delta t 水的delta t 就是 21.5 減18 即是3.5 減18 即是3.5 減18 即是3.5 減18 好了,接著他就說 假設這個杯子的吸的能量可以不計 他問銅的比熱容量 接著,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比較實驗結果和標準值 相不相同 這是一個問號來的 為甚麼和原因 所以我們已經問了幾件事 好了,留意了 我們看看,在這題目裡 誰放能量,誰拿能量呢 簡單來說,是銅放能量 OK,水呢 就拿能量 銅放多少呢 一開始銅,其實呢 就是0.08kg 記著要轉為Kg 它一開始100度C 但是C入不知的 水的質量 1.5,150g 即是0.0.15kg 先拆掉它 水 0.15kg 好了 一開始它的溫度呢 是多少度呢 這裡它一開始的溫度呢 其實就是18度C 好了 最後這杯水呢 其實就去到21.5度C 所以這個和這個的溫度 就看到了 OK 好了 那怎樣找呢 放能量等於拿能量 同放多少能量呢 就是0.8 乘回C Delta T Delta T 就是18 減21.5 這個東西 就應該要等於水拿的流量 就是0.15kg 這個就是M 0.15kg 水的容量 我就知道 4200 Delta T 就是21.5 減18 這裡就是3.5 減一減它 其實整條色呢 就剩下一個C 它的C 就算到呢 大約是351 J K G 負1 度C 負1 你看一下 同標準值比3.0 然後相不相同呢 你就要答了 要調低會調低 同的C 會調低 比標準值低的 好 比標準值低 原因呢 因為呢 有部分能量 是散失了四周 那些能量在哪裡呢 這裡散出來呢 可能這個杯又吸了一些 這裡上面又走了一些 諸如此類呢 因為有能量 其實主要在這部分 搭能量散失呢 就已經得到分了 這條題目就解決了啦 所以記住 答回標準值多還是少 原因是什麼 這個就是第三條的做法 那我們最後啦 看看第四條啦 咦 打火鍋 利用打火鍋去做題目呢 是DSEQ常見的 好了 準備 火鍋裡面呢 水就3kg 最初溫度給了你 水滾之後 留意水滾之後 10度的牛肉放入水裡面 好了 A part很簡單 好直接問你呢 由20度升到100度 水要多少能量 所以就直接用E跟著 McΔT 水的質量現在是3kg C 水的C 4200 ΔT 一開頭是20度 最後是100度 即100-20 那做出來的能量呢 其實 就應該按計數機 就按到 這個可以按多次給你看 按就是3x4200x80 按出來呢 就等於1008x3.0 其實呢 你按一下計數機 ENG的按鈕 其實呢 它就會比較簡單一點的答案 1.008x10的6次方 按到做 這個就是A part 這個就是B part 現在火鍋的功率 火鍋的功率 4000mg 有70% 散失 水要20度 加到100度的時間 留意 如果問得功率呢 其實你就一定是想到P E除T 所以呢 我在這裡 先可以寫下 P等於E除T 那問題是 什麼變 什麼不變呢 水 20度 升至100度 就一定不能動的了 所以呢 這就是1.008x10的6次方 原因是因為 你的水要煲滾 不牽涉其他東西 好了 時間的問題 不知道 問題就是這個P 這個P 這個P是功率 4000mg 它告訴你 有7折 是走了的 對不對 所以呢 4000mg 乘回0.7 剩下70% 散失了70% 剩下30% 所以 不是乘回0.7 不是乘回0.7 是乘回1-0.7 因為只有30% 有用 那麼你按一按 計算機呢 T 就會計算到是 840秒 好了 C part 又是常識題 為什麼要切削片 因為減少加熱時間 對不對 這個呢 熱傳遞得好一點 減少加熱時間 也可以 或者短一點時間 適合溫度 都可以了 所以我不捨了 好了 留意D part 他說D part 當牛肉放在水裡不久 牛肉和水的溫度 都是98度 98度 那他叫你猜猜 牛肉的質量 牛肉的比容是比了你 是不是 就是說水不見的能量 就等於牛肉拿的能量 好了 所以這裡 這條線呢 就是水來的 這裡呢 就是牛肉來的 水活跌能量 牛肉 會升能量 最後達至這裡 是98度C 好了 這一節我真的想著留給你試一試 我可以在堂上再講一講 這一條可以參考回 對上第二 還是第一條 我們都是這樣做的 所以 你說難不難做 希望學學試得到 OK 好 加油 拜拜